政府公布港交所9月23日起 实施恶劣天气不停市安排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 新安排可以巩固本港竞争力 证券业界争论多时的打风不停市安排 最终拍板在9月23日实施 日后在恶劣天气下 例如8日或以上的台风讯号 和黑色暴雨警告期间 投资者可以如常买卖港股和衍生产品 并且透过护心股通买卖外地A股等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 新的安排可以巩固本港竞争力 立法会金融服务界议员李维煌说 业界已作好准备 因为这件事又酝酿了一段时间 所以在市场上都有一定程度的 一个心理准备会推出 早前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都逐步去逐一解决 我相信对于很多的绝大部分的业界 他们都欢迎 对于可能有些部分的券商 就是面对的困难 或者经营上有任何成本的上升的话 我相信进一步有一些细节公布的时候 就是有信心会有些措施去帮一些 我们一些小型的券商 不过忧虑系统等的配套 未能够配合而提出反对的中小型券商 据报或者会获得三个月的豁免和宽限期 具体实施细节仍然有待政府公布 无线电视记者6片报道